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灵异最近回来得越来越晚 早上醒来 我总是发现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有很多熄灭的烟头 半个月后 她带回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切生生跟在她身后 守揪住她衣摆 模样瞧着 比我们女儿还大几岁 她将女孩推到我面前 仙仙 快叫阿姨好 阿姨 女孩面对陌生的环境 有些拘谨 我拧眉看着她 这是谁的孩子 灵异对上我的眼又别开 她是沐西的孩子 楚沐西 你把人家小孩带回家干什么 我不解地问她 灵异手搭在仙仙肩上 不耐烦回复 你有必要问得那么清楚吗 以后仙仙就住我们家了 我喝笑 灵异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把我是你老婆的是忘了 你带你前女友的孩子回家是什么意思 叔叔 阿姨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仙仙突然扁了嘴 柔柔发红的眼圈 灵异瞪了我一眼 蹲在仙仙面前哄她 仙仙 不是这样的 你听话 先去客厅玩 仙仙点了点头 转身去了客厅 灵异点了根烟 吸了口吐出一圈烟雾 闭上眼沉声道 沐西死了 时到挨晚期 这孩子没人管 我看着可怜 就把她带回来了 怪不得这几天给她洗衣服 衣服上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没等来她的解释 却等来了楚沐西的女儿 感情去陪她的白月光了 楚沐西是很可怜 她的孩子也很可怜 但退一万步来说 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要负担她 就凭楚沐西是她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吗 我不同意 我一字一句开口 灵异摁灭了烟头 眼中的不耐更甚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你不必如此狭隘 先先留在这里 不会给你添无端的麻烦 我会照顾好她 她无情的话压在我心上 仿佛我真是这么狭隘的妇人 灵异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知道今天女儿问了我多少次爸爸 我告诉她爸爸忙完工作就会回来陪她 可是她的爸爸却忘了她的生日在陪别人的女儿 说完这些话 我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对她只有无尽的失望 灵异听了神情有些触动 女儿呢 在房间睡着了 我没好气回复她 灵异轻手轻脚推开房间门 女儿背对着房门 被子被她踢到脚边 灵异给女儿椰好背脚 抚摸了会她的额头 如果没有发生最近的事 我还真的会当她是个慈父 心爱 你在孩子面前好好说 别让她误会了 我靠在卧室墙地 面露讽刺 你是铁了心 要把那个孩子留下来 心爱 我没求过你什么 这次我不会退让的 灵异出了卧室 留了一个背影给我 我的心乱成一团 隐隐觉得 鲜鲜的到来 会打破原有的平静 客厅里 传来男人和小女孩 其乐融融的笑声 卧室的门隔绝了这一切 一夜无眠 直到天边翻起白肚皮 我终于支撑不住 靠在床头昏沉睡去 我摁灭闹钟灵 一看已经是早上九点半 今天是周末 女儿不用上学 房间外传来 撕心裂肺的哭声 使我心头一颤 小悠 刚拉开门 女儿就抹着泪扑到我怀里 我扶起她的脸 心疼地问 小悠 怎么了 妈妈 她弄坏了我的洋娃娃 小悠双手揽着我的腰 脸埋我怀里 我望向被丢弃在地板上的娃娃 她的裙摆从中间被剪开 这个娃娃是小悠六岁生日的时候 灵异给她买的 她每晚都要抱着睡 不然就睡不着 我面色不渝 看向始作俑者 闲闲一脸无措地站在餐桌旁 扁扁嘴就快哭了 阿姨 我没有 是妹妹她 我听见妹妹二字 不由地恼怒 我就只生了一个女儿 你不要乱认 先先听了拉着衣角 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 也许灵异说中了 我就是狭隘 看到这个孩子就是不爽 还记得那年小悠生病发高伤忘意 哭着喊着要爸爸 我打电话给灵异 让她下了班早点回来陪女儿 她却说有个应酬要通宵 晚上我翻看手机 看到楚慕西朋友圈 终于拿到驾照了 希望明年你也在 配图是她举在半空的驾照 边角还有一个男人的背影 我一眼就确定了 那个男人是灵异 他从头到脚的衣服 都是我置办的 我不可能认错 那个时候 楚慕西刚和老公离婚没半年 他独自带着一个女儿 不到半个小时 他又发了第二条朋友圈 照片里他女儿握着一个男人的手 两个人都没露脸 男人手上佩戴的是和我的同款婚戒 佩文 今天女儿告诉我说很喜欢这个叔叔 果然是母女怜心 哈哈 我目自欲裂 如果刚才那是可能 那现在就是肯定 我奋力将手里的手机摔在墙上 灵异他怎么敢 怎么能 第二天凌晨 灵异才回到家 他钻进被窝凑近我 我用手肘横在中间 心爱 你昨晚去哪里了 我不是说了应酬 我打断他 翻出屏幕 裂开尚且能使用的手机 应酬 需要解释一下 他朋友圈的男人是不是你吗 别把我当傻子 灵异皱眉饭看楚慕西的朋友圈 终于不再做无谓的挣扎 慕西他过得很不好 没离婚前就一直被家暴 昨天他告诉我 他前夫一直在他家楼下不走 他很害怕 我担心他出事 到他家守着 怕你误会才撒了谎 我笑出了声 灵异愣住了 感情你比警察好使是吧 吓回他有个头疼脑热 你是不是还能当医生给他看病 我嘲讽看着他的脸 心爱 你非要阴阳怪气和我说话吗 你怎么变得这么没有同情心 你以前连路边的一只野猫被车撞了 都要伤心很久 我看着他的脸 不知从什么时候变得陌生 或许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蚊子血永远比不上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最后是女儿的哭喊打断了我们的争执 我懂得了我们不再是恋爱中的情侣 不合适可以潇洒离去 我和他组建了一个家庭 还将女儿带到了这个世上 我们的每一个决定 都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他 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拖泥带水的感情 却偏偏深知单亲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我自己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不希望孩子缺失父爱 我们很坚默 没再提起这件事 但从那以后 我和灵异便貌合神离了起来 先先知道我不喜欢他 这些天很识相 没往我跟前凑 只有灵异回家后才会出房间 我在小悠房间给他讲睡前故事 他突然摇摇我的手臂 妈妈 说谎舌头真的会变长吗 鼻子也会变得和匹诺曹一样尖尖的吗 我手帮他理理发 故作严肃开口 是啊 我们小悠对妈妈撒谎了吗 小悠鼻子皱在一起 低下头扭着手指不吭声 半嗓 他抬起头 对不起 妈妈 我撒谎了 娃娃的裙子是我剪的 我听了把故事书合上 板起脸 小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妈妈有没有教过你 好孩子是不可以说谎的 小悠顿时挤出了眼泪泡泡 我差点就绷不住脸要哄他 妈妈 你和爸爸那天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不喜欢他 他会把爸爸抢走 然后我就没有爸爸了 他还和我炫耀爸爸送给他的手表 我很生气 才撒谎的 小悠的眼泪 啪哒啪哒掉到被子上 蕴染出一朵朵尸痕 看到他的模样 我想起了幼时邻里的孩子 笑我是没爹的野孩子 夜晚偷偷躲被窝里哭的自己 我自小彭守心的女儿 那晚是不是也偷偷躲被窝里哭 我强忍住哭意 把他搂进怀里 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 你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啊 这次妈妈原谅你 但你要给仙仙道歉 好不好 小孩子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小悠抹去眼泪 抬起头 露出两颗小虎牙 好 我听妈妈的话 哄睡小悠后 我走出房间 灵异坐在客厅沙发上 眼神往我身上送 我没理会她 自从仙仙来了我们家 我和她就一直冷战 心爱 我们谈谈 灵异坐直身子 放下手里的水杯 怎么 楚慕西还有二胎 你要乐意就都带回来好了 不是不爱和我商量吗 我这人不高兴的时候 说话最会戳人心窝子 灵异听了我的话 脸黑得跟煤炭似的 她绕过沙发 大步朝我走来 握住我的手腕 沉声道 心爱 你还要和我置气到什么时候 我挥开她的手 有屁块放 灵异现在的脸 跟调色盘没两样 我打算将鲜鲜的学籍 转到我们室 和小悠一个学校 校长是你叔叔 我想 原来想往我这攀关系呢 小悠所在的学校 是我们室最好的私利 我就说 以前吵架从来不会先低头的人突然求和 果真没好事 我笑着拍拍她的脸 瞧见我的动作 她眼神一亮 揽住我的腰 老婆 我就知道 我凑近她耳边 悠悠开口 想得挺美 洗洗睡吧你 灵异默然变了脸 抽开搭我腰上的爪子 哼 狗男人 灵异叹了口气 眼神复杂 仙仙只是个孩子 你别老是针对她 我吃笑 她又继续往下说 自从娃娃那时候 仙仙晚上睡觉 就一直躲被窝里哭 我知道 小悠是我们孩子 你偏心也正常 可你也是从单亲家庭出来的 你应该能体会 仙仙寄人篱下的心情 不知是她的哪个字眼激怒了我 用或是每一个字 我大喊一声 够了 我一直住想 打人的冲动 冲进房间 狠狠把门关上 灵异转动 把手要进来 我警告她 给我滚 门外彻底没了动静 我知道 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从她内心的天秤 斜向别人那一刻起 我和灵异是大学校友 她是高我一届的学长 我们是在一次元旦晚会上认识的 那会演话剧的同学突然生病了不能来 老师让我替上 我本就是话剧社的一员 要上台自然也难不倒我 但临时来不及更换适合我马术的戏服 生病同学扮演的是位出逃公主 裙摆又大又长 高跟鞋也足足大了一个尺寸 为了这次晚会 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心血 而且这是我们在校的最后一次晚会 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 也许是太过紧张 上台阶的时候 不小心崴了脚 右脚的高跟鞋 咚咚咚掉到底下 我慌张抱起裙摆 艰难伸手去捞 这是你的鞋子吗 我抬头 鞋子被来人捧在手心 她手指骨节分明 脸上带着浅笑 是 我红了脸 伸手要接 她别过手 弯下腰将鞋子套我脚上 我低下头 谢谢 心脏乱跳个不停 转身时 她叫住我 在我高跟鞋后跟 垫了几层餐巾纸 我原地跺跺脚 好像不会掉了 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晕乎乎的 完全不知自己在演什么 下台后 她对我笑了笑 你刚刚演得很好 是有暗笑撞撞我的肩膀 行啊 灵异学长夸你了 我捂住脸 只感觉热气腾腾 原来 她叫灵异 第二次从室友口中 听到灵异的名字 是因为 我和她一同上了 学校论坛的热搜 配图是灵异弯腰帮我穿鞋 评论中都是 对我恶意满满的谩骂 骂我小三 狐狸精 不要脸勾引别人男朋友的 甚至上升到对我长相 身高的攻击 我第一次见识到网络暴力的恐怖 他们还将我单亲家庭的消息扒了出来 底下一群人骂我活该 是有气地把手机拍桌上 这群人是不是有毛病 一张照片就在那捕风抓影 楚慕西是公认的笑话没错呀 至于把我们心爱贬得一文不值吗 我才知道原来灵异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 楚慕西 我沉默了 没有搭她的话 至于网上那些评论 轻者自清 幸好灵异已经毕业了 我没什么机会碰见她 相信不久后 这条消息就会沉下去 半夜睡意正浓 室友突然把我摇醒 激动地将手机屏幕举到我眼前 心爱快看 灵异发话了 我睁开朦胧的双眼 瞧见提主已经将灵异的话置顶了 我和沐西已经分手了 请大家停止对照片中女生的攻击 我拉过被子蒙住脸 心里没什么波澜 是有恨铁不成钢掐了我一把 你啊你 就这反应 你的机会来了呀 可别怪姐没提醒你 我躺床上装死 在我眼里 短暂的心动并不能代表什么 经过论坛风波后 灵异回笑越来越频繁 没多久 她向我告白 我思考后回复她 如果你不能给我百分之百的感情 那我们没有必要开始 还记得那时她眉眼恋艳 穿透树叶缝隙细碎的光影 洒在她侧眼 她柔柔说道 如你所愿 她确实也做到了 半年后 我答应和她建立男女朋友关系 毕业后 她向我求婚 我答应了她 婚后第七年 我从共同好友那里知道 她向我表白那天 她的白月光嫁给了别人 她向我求婚那天 她的白月光怀孕了 一切是那么巧 巧到让我忍不住怀疑 她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为了跟楚慕熙较劲 我们的感情 也在楚慕熙离婚那年降到冰点 我翻看日历 发现自己已经快两个月 没有来月经了 最近发生太多事 也没留意 当初怀小悠那会儿 我也没有什么运气反应 我心一跳 上回和灵异同房 还是先先没来我们家之前 算算日子 也差不太远 我到楼下药房 买了两根厌运棒 回家一侧 都是两道红线 我心情复杂 这个孩子完全是意外 现在我和灵异的感情不稳定 我不想赌 于是我预约了下午去医院检查 只剩下五点的号 恰好是小悠放学的时间 我给灵异发了信息 让她下午去接女儿 她回复一个好字 我拿着检查报告 站在医院门口 茫然望向路边的一家三口 没有期待 更多的是无措 因为路上塞车 回到家已是八点 我打开门 里面一片漆黑 我皱眉 还没回家吗 我拿出手机给灵异打电话 身后响起熟悉的手机铃声 我回头 灵异牵着仙仙出现在我身后 我往她背后扫拭一圈 问她 小悠呢 她好像才想起来 小悠不是 糟了 说完急忙跑去楼梯间 我赶紧追上她 一路跑到停车场 灵异 你没去接她 我声音里暗含怒意 我没好气坐上副驾驶 灵异满脸懊恼 一边打着方向盘 一边解释 今天下班前接了个电话 先先的班主任打来说 她上体育课伤到膝盖 我就带她去包扎了 平常都是 你去接小悠 我一下就给忘了 一路上 我压着火气没开口 天上渐渐下起星星点点的雨 雨是渐大 路面很快湿透了 我的心情差到极点 快到小悠学校门口岔路时 又塞起了车 我直接拉开 车门冲进雨里 身后传来灵异焦急的呼唤 很快就被喇叭声淹没 隔着老远 我看到了女儿 小悠 蹲在地上抱毙买手的小姑娘抬起头 身上都湿透了 妈妈 好冷 小悠鼻尖被风吹得通红 她仰脸 擦掉眼角的泪 我上前抱住她 把她的尸发别耳后 乖 我们回家 灵异追了上来 张开散撑我们头顶 散容不下三个人 将她一侧肩被打湿 小悠紧紧攥住我的手 罕见地没扑到灵异怀里撒娇 这段日子 小悠话少得可怜 以前她总是叽叽喳喳的 反应过来 我心不由的一色 孩子最是敏感 从前灵异给她十分爱 就算现在只少了半分 她也能感受到 到家后 我让小悠先去洗漱 我坐沙发上 看着对面的灵异和仙仙 以及她怀里的狗 家里怎么会有狗 你不知道小悠怕狗吗 后半句是对灵异说的 我说完 就见仙仙将怀里的狗 又抱紧三分 阿姨 小白是我捡的 她很听话 不会咬人 仙仙眨眨着水润的双眼 咬唇道 灵异 又是你准许的 你忘了小悠小时候 被狗追着咬的是了吗 我质问灵异 小悠对狗有阴影 现在见到狗还是会颤抖 灵异的眼神有瞬间松动 仙仙 要不把她 仙仙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低下头就要哭出声 不要 她还这么小 没有妈妈护着她 她活不下去的 说完 揪住灵异的袖子 叔叔 不要把她送走 灵异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 心爱 要不就养在仙仙房里吧 找个笼子关起来 事情都过去了那么久了 小悠说不定忘了 我一手拍在桌子上 灵异 这是我们家 还是你和她家 灵异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气氛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妈妈 我没事的 小悠的话打破了僵住的气氛 她穿着睡衣 站在卫生间门口 手里攥住浴巾 浴巾微微颤动 我站起身 来瞥了对面二人一眼 别让我在外面看见她 灵异可见地松了一口气 大晚我和小悠睡一张床 放我腰间的手微凉 我安抚顺着她的后背 我们小悠不怕狗了 小悠将脑袋往我肩膀凑 怕 可是我不想妈妈和爸爸吵架 放她后背的手顿住了 怀小悠的时候 我就下决心 要让她无忧无虑长大 别像我 童年都能上一层阴影 可是有时候 一个人努力是不够的 今日 我又眼皮跳个不停 啪嗒一声响 结婚纪念日 灵异送我的珍珠项链断了 珠子洒落在地 咕噜咕噜滚下台阶 我弯腰去捡 关在房间的狗 不知什么时候冲了出来 猛地往我腰上撞 我没站住脚 身子直直往前坠 我惊呼一声 下意识护住肚子 灵异听见声响跑到楼梯下 神色紧张 张开双臂要接住我 而后 她转了个方向 接住了摔下楼的仙仙 她怀里抱着那只狗 颤颤发抖 我鹅脚猛地撞向地板 后腰一阵酸痛 眼前阴晕一片 有热流不断从我小腿流下 妈妈 你流血了 妈妈 你别吓小悠 醒醒 小悠蹲在我身旁 手足无措 眼泪不断砸我脸上 灵异好像才反应过来 白着脸西行 至我身前 心爱 你伤哪了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 意识消散前 我朝她虚弱开口 滚 醒来后 第一眼看见的是我妈 她又憔悴了不少 从前两鬓花白 如今白发快布满拳头 眼眶微微凹陷 带着青灰色 我哑着嗓子开口 妈 孩子是不是没了 我妈倒了杯温水凑近我唇边 眼里巨是悲痛 你还年轻 孩子还会有的 我自嘲一笑 怪谁呢 我本来也没想要她 可为什么心脏那么难受 心爱 妈都听说了 灵异那小子实在过分 你要过不下去 回咱家 有妈在 别怕 妈 我擦去眼角的泪 回握住我妈的手 我会和她离婚 无论我怎么说服自己 总有一根刺痕心肩 只是小悠 我不想她和我一样 单亲家庭的苦 我懂 我妈听了也红了眼 按道我们命苦 停 我望向声响处 灵异牵着小悠站门口 手里的饭盒砸到脚面 她好像没有痛意 正正望着我 微敏唇 小悠正脱开她的手 扑到病床上 妈妈 你醒了 太好了 我安抚摸摸她的脑袋 看向我妈 我妈拉过小悠的手 妈妈现在要休息了 小悠和外婆去外面玩不好 小悠看看我 又看看灵异 乖乖点头 灵异夺不到床前 坐椅子上 削了一个苹果递给我 我没接 眼眸直直看着她 她对上我的眼 微微勾唇 尝尝 很甜 好像刚刚的事没发生一样 从现在起 我不喜欢吃苹果了 她听了 捏了捏止骨 换了一个橘子来包 灵异 刚刚我讲的话你没听见 我们离婚 你不用再讨我欢心了 你解脱了 灵异执着地将包好的橘子 放我手心 我把橘子扔她身上 橘子滚到她脚边 她捡起橘子 强撑着笑开口 你想吃什么 我去买 我看着她的脸 只觉得厌恶 一字一句道 你买的我就算饿死也不会要 灵异的身形晃了晃 眼中可见的慌乱 她摇摇头 伸手想碰我 我躲开了 不是的 心爱 我不知道你怀孕了 我原本是想接住你的 我哼笑 就因为仙仙也摔了 所以你把我放脑后 灵异傲囊捂住脸 痘大的泪珠从她指缝中流出 仙仙是个孩子 你是成年人 我以为你能抓住栏杆 算了吧 灵异 你的心装了太多人 排最后那个总是我 我累了 我们就这样吧 我出院后就去办手续 心爱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 你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我闭上眼 只觉得压心口的大石消失了 原来 心里打磨无数遍的话 说出口这样轻松 我在民政局门口 迟迟不见灵异的身影 有些不耐 将心爱 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疑惑回头 我脑海搜寻了许久 终于冒出一个名字 你是周顺 周顺挠挠头 傻笑 好久不见 你怎么在这 他只指我身后的民政局 我只好告诉他 我是来办离婚的 周顺愣住了 问我证件 戴琪没有 我才知道 他在民政局工作 说起我们高中那会儿的糗事 双方不由地相识一笑 得知他还未婚 我有些惊讶 当初他可是有好多追求者 就是有喜欢的人了 还在等他 不想将就 周顺望向我 遥遥一笑 我失笑 没想到我们周班长这么痴情 所以呀 今天完事后 要不要陪我吃个饭 我这孤家寡人的 哎 他一脸受挫垂垂胸口 刚要回复他 就有人强行挤入我们中间 腰间横了只手 将我带离 灵异 我吓了一跳 用手推他 没推动 我们还没离婚呢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 灵异沉着脸 横腰间的手猛地收紧 你有病 放开 你弄疼我了 我拳头捶他肩上 他像坐山一样不动 这位先生 没瞧见他不愿意吗 周顺手攥住灵异的手腕往外一扯 我脱离开灵异的前置 到周顺身后 灵异拧眉 你谁 我和我老婆说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纠正他 很快就不是了 所以你的手别乱放 周顺笑笑 待会你不就知道了 周顺拉开门 示意我先进 我朝他点点头 喷一声响 回头望见灵异 一头撞玻璃门上 五官扭曲 你故意地 灵异冲进来 扯住周顺的衣领 鼻梁泛起轻子 可见撞得不轻 我偷偷抿唇 忍住笑 灵异刚刚脸贴玻璃门的样子 实在滑稽 周顺两手一摊 很是无辜 门又不是我关的 只是没给你撑住门而已 我将灵异拉开 你几岁 非要闹是不是 灵异委去拉住我的衣角 好痛 我撇开他 活该 周顺换了身工服 坐我们对面 先填资料 证件都带齐了没 后半句是对灵异说的 灵异双手环抱胸前 啼笑 不好意思忘了 我瞥见他裤带的红色边角 伸手一抽 递给周顺 灵异脸都黑了 心爱 你一分钟都不想和我呆了吗 我耸耸肩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 周顺接过证件 眉眼弯弯 接下来是例行提问 你们是为什么要离婚呢 灵异支起身子 大掌挥到桌面 关你屁事 我按住灵异的肩膀 让他坐好 对周顺说了声抱歉 周顺一副脾气很好的样子 竟然灵先生 不想说 我也不勉强 没想到你们婚姻 让你如此不堪回首 接下来 就按我告诉你们的流程做吧 灵异气地指着周顺说不出话 最后憋出一句 你想得美 我离了 让你好钻空子是吧 我一手刮过灵异的后脑勺 拍得他头往下低 竟给我胡说 最后签字按手印 灵异般着手不动 我强拉着他的拇指按下 灵异抬头 眼尾腥红 手快抽过那张纸 这个不算 你强迫我的 我忍着怒气 灵异 别给我耍小孩子脾气 我不吃你这套 周顺走出柜台 按住灵异的手腕 抽出那张资料 脸上还是镇定自若的淡笑 灵先生办完手续就离开吧 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逼了周顺对我眨眨眼 音量不小 心爱 晚上一起吃饭吧 好久没见你了 想和你续续就 我听了点点头 好 灵异的眼神 在我和周顺身上来回打转 脸色肉眼可见变得难看 心爱 待会不是还要去接小悠吗 灵异强称笑意走近我 我歪头 小悠今晚我妈会接 灵异沉默了 好似我与她的交集 就只剩女儿 上次你说想去的那家店开业了 我陪你 我打断她的话 朝周顺挥手 今晚见周顺摇摇向我比了个 OK 我回头看向灵异 不是说房子留给我 你什么都不要吗 回家收拾你的东西吧 我看了眼手表 趁还有时间 灵异高大的身子摇摇欲坠 颓躺转身离去 过马路时 好似踢到障碍物 亮呛往前倾 我转头 再见 灵异 十年的婚姻 就这样拉上帷幕 晚饭过后 周顺提出要送我回家 我没拒绝 下班高峰期 这个点不好打车 我上了副驾驶 拉过安全带 瞧见车挂是个熟悉的兔子雕塑 这不是 我拿起来妈撒上面的纹路 有些粗粒 表面的漆看上去有些泛白 显然经历了年月 周顺啊了一声 当初你画的那个兔子挺可爱的 我试着把它叼了出来 可惜技术太差 不敢送给你 它不好意思看了我一眼 粉裙 兔子怀里抱着一颗草莓 生动又活泼 没有想到 会有人将我心中的遐想还原出来 我勾唇 这么多天的阴霾一扫而光 很可爱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周顺愣住了 整个人看起来傻乎乎的 我提醒他 红灯 他忙踩下刹车 目光正是前方 耳间慢慢泛红 握紧方向盘的手松开又收紧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让人难以 周顺的话 我没听全 口袋里的手机响个不停 灵异打来的 我没好气摁掉 他又不死心回拨 我摁下接听 心爱 你在哪 我翻了个白眼 跟你没关系 车内的哥 不知什么时候 被周顺换成了分手快乐 他还饶有兴致 跟着哼了起来 我按捺住脾气 没事我挂了 等等 明天小优学校有个家长会 要双方到场 不如我先在这待一晚 随你便 到家楼下 周顺执意要送我上楼 我只好答应 灵异拉开门 脸上的笑意凝固 他把我拉进门 飞快把门合上 劳烦你送心爱回来 茶就不请你喝了 周顺脚伸进门缝 手撑在门框 不巧 我刚好有些口渴 我瞧见 他俩气焰嚣张的模样 突然感到头疼 这两人非要杠上了是吧 我强硬将灵异推出门口 我累了 你们继续 门外传来推嗓的声音 我凑近猫眼 两个人胸脯相贴 谁也不让谁 幸好我机智脱身 不然还得闹个没完 第二天临出门前 灵异接了个电话 他为难地看向我 抱歉 我有点事 恐怕没法去家长会了 我蹲下身子帮小悠整理校服领子 没事 双方家长都到场 也不是硬性要求 灵异匆匆离去 我听见了 话筒里传来鲜鲜的名字 我内心已对他的偏颇 没了波澜 小悠咬唇 裙摆被他拧得皱皱巴巴 我抚摸他的发顶 与他平视 有妈妈陪你 嗯 小姑娘 语气闷闷的 书弟 小悠睁大双眼 扯扯我的衣袖指向我身后 妈妈 这个好看的叔叔是谁 周顺 周顺一身利落运动装占我家门口 看起来刚运动完 单看长相确实挺帅 要不然 他也不会占齐川中学校草榜首那么多年 周顺虽然高颜值 但当初在我们学校更是出了名的笨蛋帅哥 他总是一脸颓废地趴我捉脚 要求我教他 因为他 我将课本内容倒背如流 也因为他 我折断了无数只笔心 气得 由于周顺的出现太过和时宜 他被迫成了今天家长会的家长之一 家长会结束后 小悠已经满口周叔叔喊得贼甜 下周叔叔带小悠去游乐园玩好不好 真的吗 小悠高兴跑向我 后脑勺的马尾一晃一晃 妈妈 我可以去吗 我笑笑 可以 我让小悠先上楼 视线转向 双手插口袋 又故意往我身边 靠得周顺 周顺 你是不是喜欢我 周顺原本白皙的脸蹭的战红 转眼又到了新的一年 周顺忙着贴窗花 一会问问我位置对不对 一会让我帮忙递交代 他俨然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妈端着菜从厨房走出 小周 开饭了 别忙活了 周顺爱一声应下 然后我妈又用手肘对对我的手臂 小声道 看人家小周天天下班就跑你这 又是给你做饭 又是接送小悠的 你也不给个准话 妈 我已经说了 我妈瞪我一眼 一副鬼才戏的模样 前年我就和她挑开话头了 我不是不懂事的小姑娘了 看得出来她对我有意 我说 周顺 我暂时没有和别人建立关系的意向 也很有可能不会再婚 周顺是这样回复我的 我已经等了你这么多年 我不在乎 可能在最美好的年纪 喜欢上一个很好的人 是最难以忘怀的吧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承认 冷硬的心有瞬间融化 回温 后面这些日子里 她确实一点点走进我的生活 有时她加班没有过来 我还是习惯多摆一副碗筷 小日子想喝冰奶茶的时候 总会想起她温柔又浅浅的提醒 将温度改成温的 砰砰 哇 有人放烟花 声响将我从回忆拉回 小悠穿上毛托 扔下手里的平板 跑到窗边拉开帘子 我和周顺相视一笑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周顺往我碗里加了一块红烧肉 在家做好带来的 你尝尝我的手艺有没有健长 刚想试试 就见小悠又跑了回来 窗帘被她拉上了 瞧着心事重重 我问她 怎么了小悠 小悠张了张口 沉默半赏 是爸爸 她在楼下 我皱眉 她什么时候来的 周顺握住我的手 要不下去看看吧 我点点头 也好 看见我 灵异眸子亮了起来 她有些局促地将手里的东西递给我 心爱 这些是新年礼物 有给小悠买的衣服和玩具 还有你最喜欢那家蛋糕店的甜点 我随手接过 收下给小悠的东西 多余地还给她 不用了 周顺已经给我买了 伸出去的手没收回来 灵异握住我的腕子 心爱 我已经把仙仙送走了 我抽出她掌心的手 淡淡回复 哦 你乐意 灵异向前一步 眼里满是悲痛 心爱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并不能没有你 仙仙已经不在了 你可不可以 我仰手 制止她继续往前 打住 灵异 你还不明白吗 仙仙只是我们婚姻里的导火索 将我从你身边推开的 是你自己 迟来的深情像草菅 所以 你也醒醒吧 别再来纠缠我 灵异脸上的血色 一寸寸白了下去 她痛苦地捂住脸 蹲在草地里 气不成声 心爱 我不想的 我只是很茫然 不知该往什么地方走 周顺高大的身影 遮挡住我的视线 脖子上背套了一条围巾 凉嗖嗖的感觉 煞食荡然无存 怎么下楼 也不知道戴条围巾 周顺宠溺地呱呱我的鼻子 帮我围好围巾 阿姨突然说没言了 让我下来买 我笑笑 那走吧 我陪你 我们一道越过旁边的人 裙摆被人扯住 我眼光逆着灵异 他倔强扬起头 不肯放手 周顺弯腰手 稳稳落在灵异虎口 灵异痴痛松了手 周顺眉眼弯弯 灵先生还是早些回家 不然要错过团圆饭了 我们很忙 就不奉陪了 灵异恶狠狠瞪着他 堪比恶狼 走出半岛 我停下脚步 周顺也跟着停下 我问身后那人 灵异 你当初是真心喜欢我 才和我求婚的吗 后面的人哑声开口 刚开始是为了和他斗气 后来 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那个他 自然是楚慕兮 我笑笑 不再停留 晚着周顺的臂弯走远 后来在我和周顺的婚礼 灵异托人送上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 我正愁着怎样把他送回去 周顺摁下我的手 留给儿子买奶粉 我红着脸捶他胸口 没成想 第二年 我真生了个男孩 周顺低头亲我的额头 我的宝贝终于如愿了 小悠抢着把周顺挤开 也学着他要亲我 我握着他俩的手 又瞧着怀里熟睡的儿子 幸福不过如此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过年发红包 给外孙一千 孙子三千 女儿推托不要 儿子骂我小气 我叫江玉庆 今年六十七岁 是一位退休六年的老干部 刚退休那两年 我的生活过得可谓是悠闲自在 岁月静好 每天和老伴出去买菜 溜接 锻炼身体 旅游 我想 这就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老年生活了吧 可是不幸的是 三年前 老伴却被医院查出 患了肝癌晚期 半个月后 老伴与我阴阳两格 当时摸着老伴冰冷的身体 我嚎啕大哭 在那一刻 我抱怨命运的不公 恨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我和老伴在工作岗位上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 刚要开始享福的时候 却遭此劫难 我有一儿一女 他们都已成家立业 老伴去世那年 女儿二胎就要临盆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她拖着臃肿沉重的身体 过来给老伴出病 下葬之前 她趴在棺材上大声哭喊着 场面令人唏嘘 众多亲戚们 怕女儿这样哭泣 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于是纷纷上前把她拉走 希望她保重身体 别动了胎气 安葬完老伴之后 女儿怕我一个人住着孤单 就想让我去她家 跟他们住在一起 我一口拒绝了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算健康 现在还能四处走动 不想给女儿女婿添麻烦 两个月后 女儿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可把他们全家高兴坏了 因为大外孙女 今年已经读高中了 所以女婿和亲家母 心心念念 想让女儿再生个男孩 说实话 女儿心里是拒绝的 因为她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属于高龄产妇 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怕万一生的时候 有什么不测 可是又不想让女婿和公婆扫兴 于是只好咬咬牙 委屈自己顺从婆家 当我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 心里很疼心女儿 甚至恨过女婿和亲家母 女儿为了维持这个家 这样委屈求全 这样的婚姻到底幸福吗 可是当我看到肉嘟嘟的外孙子时 内心所有的抱怨 指责不平通通释然了 那一刻我觉得 女儿的辛苦付出是值得的 说起儿子 那是我和老伴的心头肉 当年老伴生儿子时 由于身体太虚弱 导致难产 大出血 差点送了性命 所以 自从儿子出生后 我们老两口就对他特别疼爱 原因有二 一方面 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重男轻女 觉得只有生了男孩 才可以传宗接代 另一方面 生儿子时 老伴确实受了很大的罪 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对儿子的偏爱 可能更多了一些 女儿没有读大学 高中毕业后 就去一家印刷厂帮忙 挣一点微薄的收入 在他二十三岁那年 嫁给了同村的一个男人 从此 过上了清贫 但也踏实的生活 而儿子呢 我们一直供他 读完了一所外地大学 毕业后 又托人找关系 进了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工作 工作体面 工资高薪 受人尊重 儿子结婚那年 我和老伴几乎把 大半生的积蓄都拿出来 给儿子付了房子首付 对于儿子 我们劳两口 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今年腊月二十八 是老伴去世三周年的忌日 那天 女儿女婿带着两个外孙 一大早就过来了 说要去上坟 给老伴烧纸 在墓地里 女儿常跪在老伴坟前 哭成了泪人 她说 老伴去世后的这三年 自己无时无刻不再想他 甚至每晚都会梦见他 并且说 真后悔当初在老伴活着的时候 没有好好孝敬他 心里一直很自责和愧疚 而儿子儿媳妇呢 等我们给老伴上坟回来 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 我很生气 直接拿起电话对儿子开骂 臭小子 你难道不知道 今天是你母亲的忌日吗 怎么不回来 给你母亲烧张纸 没想到 在电话那头 儿子却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说 爸 你动这么大气干嘛 不就是上坟吗 有那么重要吗 我这边工作一大堆 还没处理完呢 哪有时间管家里的事 听完儿子的一番话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真想冲上去 朝他脸上狠狠地扇起巴掌 吃过午饭 女儿说 他们不打算回去了 和我一起过年 我急了 赶紧劝他们回去 因为我听人们说 出嫁后的女儿 是不能在娘家过年的 这样不吉利 女儿听了 立刻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 说不放心 我一个人在家过年 冷冷清清的 我说没事 一个人过年也挺好的 清静自在 正月初二是回嫁家的日子 到时 你们带着孩子们 再回来看我吧 这下 女儿才安心地回家去了 大年初二那天 我刚吃过早饭 女儿一家就过来了 女儿女婿给我拿了好多东西 有海鲜 羊排 猪肉 鸡鸭鱼肉 水果 还有各种饮料 酒水 堆了差不多半个屋子 年一过 小外孙也三岁了 会走路了 在屋子里窜来窜去 却一次也没有摔倒 嘴里还一直奶声奶气地叫着 老爷 老爷 听得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而外孙女呢 开学就要高三了 性格看上去更沉稳了 一直在一旁帮我捶背 揉腿 这时 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给了两个外孙 外孙女给我拜了年 助我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并很礼貌地接过红包 而外孙子呢 女儿怕他跑着弄丢了 于是就把红包从孩子手里拿过来 拿过红包 女儿说 爸 里面这么厚 给包了多少钱呢 我说每人一千 女儿推托不要 说往年你都是给他们五百块钱的 今年怎么给这么多 爸 我知道 你现在手里也没钱 身体又不好 平时还经常去医院看病 这些钱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说 我看病有医保卡 也花不了多少钱 这些压岁钱 是我给孩子们的 大过年的 也是对他们俩的一份祝愿 收下吧 女儿点点头 那顿午饭吃得特别丰盛 女婿亲自下厨 炒了整整十二个菜 吃饭时 平时滴酒未沾的我 还喝了两大杯白酒 酒过三旬 我躺在床上睡着了 睡梦中 梦到了老伴 他又回到了我身边 跟我唠家常 唠曾经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 唠儿女们的生活 等我醒来时 发现女儿一家已经走了 中午的剩菜剩饭 早已被女儿规制好 放到冰箱冷藏里了 家里也收拾得干净整齐 窗明接近了 一直等到正月初八 儿子一家都没来看我 说实话 我的心里很难过 很失落 但是又想到 儿子过年期间 应酬比较多 也就慢慢释怀了 初九晚上 我实在等不及了 就主动给儿子打了电话 说想他们了 什么时候过来看我 没想到 儿子的一番话 却给我泼了一盆凉水 他说 爸 今年我们回不去了 单位的事比较忙 等明年吧 明年一定回去看你 好不好 我知道 儿子这是推托之词 你工作再怎么忙 过年有不回家看老父亲的道理 再说 距离也就几十公里 开车四十分钟就到了 你能抽不出时间吗 罢了 罢了 儿大不中流 随他去吧 挂断电话 我才想起来 刚才和儿子生气 竟然忘了和两个孙子说话了 也没有让他们给我拜年 想着再打过去 可是又实在没有勇气 于是我拿起手机 给儿子的微信里赚了六千元 说这是给两个孙子的压岁钱 一人三千 我之所以给孙子三千 给外孙一千 其实是有原因的 两个孙子都在外地上学 我一年都见不了他们一面 平时也没法给他们买点好吃的 新衣服 所以只好趁此机会 多给他们一些钱 而女儿的两个孩子呢 都在我身边 平时也经常过来看我 有时临走钱 我也会给他们塞点钱 算是我的一片心意吧 没想到 我刚把钱转过去 儿子就秒收 过了一会 儿子却发过来一段语音 让我彻底伤透了心 他说 爸 你也太小气了吧 才给两个孩子三千块钱压岁钱 你又不是没钱 你现在退休金一月还好几千呢 我同事的孩子 过年收的压岁钱就有十万块钱了 爷爷奶奶一人给了两万 你给这么少 能说得过去吗 真的是 人心不足舌吞向 为了儿子 我和老伴多年传的积蓄 花完不用说 去年说 要换一台好车 我又从这些年的退休金里 拿出十五万元 给他添上 我每月的退休金并不多 也就四千左右 平时还要看病 生活 有时一月下来 手里紧巴巴的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儿女们要 所以 只好自己省吃俭用 这些 难道儿子不知道吗 为什么要这样 无止尽地向我索取呢 我现在终于醒悟 重男轻女的思想 真是害死人 说到底 女儿并不比儿子差 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他们知道疼父母 想想自己 真的太愧对女儿了 自从他出嫁后 我和老伴什么都没有帮过他 但是女儿呢 却从来没有对我们 有过半句怨言 而儿子呢 正好相反 我们劳两口 掏心掏肺地对他好 而他呢 却觉得 我们对他付出的爱远远不够 还想要索取更多 经过这次 我终于大彻大悟了 为了晚年的幸福 从此 我一定要把更多的钱 和爱给予女儿 不让自己留有遗憾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待啊 明天就不见不散 未经议